Leon聊四季 天天怎麼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來看崛起之隊 金牌分組賽 這場比賽也是一場資格賽 好 先來介紹一下 紅方是選擇了敗戰天人 敗戰天人在這場比賽來說 主要是打一個海戰為主 因為他的火戰船有攻速加成的關係 所以很適合去打這個海 去奪取中間的魚群 這個魚群比較特別 他有三十 嘿 三十個是多少 三十萬的意思 的魚肉 但是他只有這一群而已 所以如果能拿下這片海域的人 就可以獲得這麼大量的肉量 但我覺得這個是有點陷阱題 你就算拿到了打贏海戰 你要繼續補這個魚 也很困難 因為這個地方的青苔路 是不是可以走過去了 只要有一隊出這個工兵 走過去射個一圈 你這邊魚船全部都爆炸了 這個魚是一吃難守 所以如果要把他海戰的話 我覺得性價比並沒有那麼高 這個投資可能會不太好 那敗戰天人的後期 主要是打強奴還有槍兵 駱駱駛 這些垃圾兵單位 雖然駱駱駛不是垃圾兵 都有這個減免25%的效果 那後期呢 也可以很有情的時候 轉這個敗丹聖騎兵 去做主力的一個推進 甚至可以打這個火炮塔 火炮塔往前插 也可以讓他這個希臘之火 獲得火炮塔的擴散能力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接下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選擇是波蘭人 波蘭人在團戰內加選擇的時候 通常都是要打一個早期快攻 越拖後期 越對波蘭人會有點無力 因為波蘭的後期主要是問題在 這個騎士沒有遊俠的關係 如果對方有駱駝國 或者是有遊俠國的情況下 是很難打贏對方的騎兵單位的 所以波蘭內加的選擇 我並不是非常看好 但也可以做個嘗試 因為波蘭人本身團戰 外加是可以打強怒的 甚至問題沒有到非常大 那如果是內加的情況下 一定要盡早的使出貴族特權 轉出大量的騎士 轉出重裝騎士之後 瘋狂騷擾對方家裡 會比較好一點 那接下來看一下馬來人 那馬來人團戰的表現 比較算是打一個單TC速帝王 然後上帝王打這個強奴強推 單TC速帝王 然後巨頭強奴 攻勢會比較常見 那馬來人後期也可以打這個 精銳毛相夫 因為他的大象有六折的優惠 非常省 那是六折還是四折 反正大概是六折左右吧 那馬來人這個大象 到了後期要拿來使用的話 其實是蠻看場合的 並不是想出就出的 那強奴的部分 還是比較常見一點 而且他生時代 非常快速度的關係 所以單TC速帝王 這個團戰的打法 也是相當犀利的 如果對手一個防不好 3TC卡龍 很有可能就會直接被打爆 好 那來看一下朝鮮 朝鮮也是我們的天空熊 朝鮮這個文明 在團戰來說 表現來說是非常好的 不管你是要塔攻進攻 或是塔攻防守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而且城堡時代 也可以蓋下自己的城堡 轉出馬戰車 也可以進行給對方很大的壓力 因為馬戰車在城堡時代初期 天敵並不多 就只有老頭比較能克制住而已 那戰毛兵的部分 也要量產起來 才可以有效克制 這個馬戰車 所以馬戰車 我覺得這個打法 還是比較偏下於 前插寶往前 然後出投石車 前壓的一個打法 那接下來看一下Z40 Z40這邊選擇的是立陶宛人 那立陶宛人 算是遊俠攻擊力最高的一個文明 那他的這個能力 需要靠聖物去堆疊起來傷害 每撿一個聖物 到自己的修道院裡面 就可以獲得這個騎兵的 還有列提斯的這個加一傷害 那這邊目前看到 這邊我們台灣隊伍的領地裡面 有三個聖物 算是比較正常一點 好像兩邊都是三個吧 所以至少立陶宛這邊 可以穩定獲得三攻的傷害 但是立陶宛有個缺點 就是他的經濟加持並不多 只有每個城鎮中心 會給110物 這個能力呢 雖然讓他可以馬上 前期補下很多肉量 但在以開農的角度來說 他的經濟加成可以說算是0的 因為加個300肉 可能3TC開農的話 也只有300肉而已 經濟加成是不太明顯的 那來看一下硬家人 那硬家人在團戰的表現 比較算是需要打槍隊長 還有強弩部分 還有頭獅手 還有老鷹 那比較常見到是外加打強弩 這個部分是比較常看的 那硬家人呢 他的塔弓算是普普通通 以前的話 封建時代村民可以吃到冰工廠加成 封建時代塔弓是非常強力的 欸 但這邊克朗德決定要來塔弓弓了 這邊是打一個早期極速上風 然後轉塔弓弓的一個策略 好 那硬家塔弓有點小小優勢的地方 是在於他的石料費用比較便宜 建塔的造價也比較省一點 那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村民也可以吃到冰工廠的加成效果 但是這個已經不是重點了 因為你到了城堡時代 要反制村民回去 其實也是方法很多的 以前這個封建時代 就可以讓村民吃到冰工廠的能力 實在是太強大了 這個村民有一攻一防 你拿村民跟他互打 可能還會打到頭破血 但現在就還好 那這邊塔弓 確實讓霸在庭這邊 遇到了一點小小的問題 這邊是打海戰 霸在庭這邊想要打海戰 那Z40加利也是有捕魚打海戰 所以目前捕魚是我們台灣隊 這邊有優勢 天空熊也是在這邊吃魚吃得很開心 那一到封建時代 天空熊也可以考慮去插個箭塔 在這邊直接防守對方的碼頭 好 當然天空熊這邊也是打算打塔弓喔 挖石插塔 兩邊都是打一個箭塔升差策略 那塔弓工有什麼特點 最主要是塔弓工這個招特點 是可以讓弓箭手 進入到這個料王塔裡面 增加這個料王塔的傷害 不能繼續建造建築物阿 或者是 進行工程喔 因為村民打建築物是有外傷害加成的 所以如果可以騰出人手 去讓村民拆建築物的話 讓塔推油會更有效率一點 好這邊看到天空熊打的是三棒棒 喔不是 是兩棒棒加一隻槍斃的前壓 好這邊村民有再繼續蓋箭塔 在這邊蓋的有點深入喔 好這根劍塔應該也燒進好 但進好可能不會收村收太久 這邊對手只要收個村 然後拉個村民往前壓喔 這邊劍塔的村民喔 就可以收得掉了 然後這邊直接往前 好稍微微一下 工兵只能往後走 然後這邊後方的劍塔 就可以射後面的工兵 好 但看起來 唉唷這邊違法有點狠 好 旁邊把殘血的村民往回拉 但這邊有點意義不明喔 因為這樣弓箭手還是可以租進到裡面的 哇這根劍塔對手好像有點失誤喔 好拉了幾村下來暴打一下民兵 哇感覺對手有點不知所措 好結果克羅德直接往上走 插一根劍塔直接取消 並沒有再繼續往前 這邊想要敲一個洞出去 我覺得對手這邊失誤了 好這邊失誤的有點嚴重 就把這邊木牆滴一滴 然後拉村民直接上前開打就好了 好沒有標去圍他的劍塔 天空熊這邊有點賺到 讓對方損失了非常多的村民才已經時間 因為天空熊這邊的村民喔 並沒有在劍塔裡面喔 去射箭喔 而是讓工兵進去喔 那他這邊是損失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在裡面射箭的關係還有防守 所以讓外加這邊喔 馬來人有點受到了一點傷害 好那目前看到半男廷人這邊還是在轉出一些火戰船 還有自爆船 想要反擊一下 那這邊自爆船一出來喔 可以考慮直接炸到中間這個漁船 欸 怎麼一出來是炸戰船 這邊戰船還是有分開住的 哇D40這邊戰船打得很好 殘血的拉回家修理 然後這邊戰劍都有分開來喔 所以第一時間不會省事太多 結果這邊自爆船海 只炸到了一艘漁船 太慘烈了 看起來半男廷人這邊失誤的有點嚴重 克朗德在右邊再修起了一個新的高塔 這邊用工兵喔 直接駐守進去 撩望塔這邊 可以繼續增加一下箭矢的傷害力 這邊箭塔沒有重新集火這根箭塔 剛剛在射程中心 現在有集火了 一集一火的話 這根箭塔沒有辦法持續太久 那克朗德這邊就可以把箭塔 繼續往左邊這邊升上 連環塔插過去 就可以讓霸彈提人這邊直接爆炸了 好天火熊這邊直接到了左邊 工兵直接過來到了後方 燒破了木牆 可以走到後邊繼續燒了喔 天火熊這一波塔工 拿到了一些優勢喔 那為什麼朝鮮挖石頭會有優勢 是因為他有這個天稱的挖石頭加速 所以他這邊如果對方剛剛對塔的話 他就勢必要拉更多村民去挖石頭 才可以應付韓國人的這個箭塔量 所以越插塔 朝鮮這邊就越賺喔 這樣理解就可以了 這邊工兵繼續往前 好 果然這根箭塔一掉之後 克朗德繼續把工兵往前 還有箭塔繼續升插 這邊石頭被控住的話 敗彈提人可能會很傷喔 會斷經的問題 一斷經的話海戰就打不贏了 雖然看起來現在也是打不贏了 好 目前看到了天空熊 這根牆也要打破 裡面這個船也要快要深入進去 突然這邊兩個大公園已經農了上去 但還沒有點這個帝龍時代 可能勢必要轉出一些單位來防守 下個馬舅會比較好一點 好 天空熊 深入進去 克朗德這邊繼續連環插塔 繼續用兩根塔 對付對方的一根箭塔 由於對方已經斷石頭的關係 所以紅色 待會石頭只要歸零了 就沒有辦法繼續修理這根箭塔 如果不能修這根箭塔 箭塔如果掉了 待會克朗德又會繼續往前升推 直接空到墓區 就會直接BBQ了 好 結果一出來 天空熊直接吃了一把頭車全倒 哇 突然用了一個頭子車就守住家裡的問題 這個相當划算 好 那目前看到天空熊 並沒有再繼續前壓了 可能是要等城堡時代 待會直接補一根城堡在這裡 直接壓爆他的承認中心 還有這一根箭塔 好 那這邊箭塔掉了 克朗德要繼續往前升推嗎 還是要往內加打呢 那如果往內加打的話 現在風險很大 因為對方上城堡時代已經上了一段時間 現在騎士一出來的話 是可以解掉這邊的村民跟工兵的 所以看要不要開始轉容 甚至要不要把這個城堡往前插 繼續升插到這個位置 繼續拆對方的城鎮中心 都是可以考慮的 好 果然克朗德這邊是開始轉容了 現在21分鐘 這個時間點 對方一定會有投石車 或者是騎士 好 那一升到城堡時代 朝鮮的箭塔 全部都變成防禦箭塔 自動升級箭塔的效果 非常好 天空熊在後方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上方也補了一個 好 結果先蓋城堡的 則是對手馬來人 那天空熊城堡就可以考慮插這個位置了 但插的不是城堡 又是箭塔而已 想要用自己的箭塔升級優勢 但沒有想到這根箭塔沒有被拆除 只能往後撤 好 馬來這邊這根城堡建完之後 這兩個防禦箭塔應該就可以拆掉 馬來的家裡就會稍微被鎖住了 好 果然這邊轉出了一些騎士 開始在幫忙解掉隊友家裡的問題 因為半生體能這邊已經斷金了 斷金斷石 只有木頭跟食物而已 好 不幫隊友鎖回這些礦產資源喔 待會兒經濟會更慘 好 目前有捕魚優勢的台灣隊 但是 巴登庭這邊還在繼續轉出自己的碼頭 想要再嘗試繼續奪回海域喔 好天空雄這邊還是把對方的箭塔給拆掉了 然後後方再補了一個防禦箭塔 這邊弓兵欲出來可以直接到上方的箭塔 進行駐守 繼續射箭也沒問題 好 開始有點麻煩囉 這面的騎士越來越多 Cloud決定把城堡蓋在 離自己城鎮中心更近的位置 為什麼不往前幹喔 他是怕對手把這邊建築物全部低掉 騎士就可以衝進來砍他的村民喔 那村民就有可能喔 沒有正常的 可以把這個城堡給蓋起來 Cloud還是 就是比較細心一點喔 這個細節部分有做得很好 雖然有點可惜喔 不能用城堡直接拆對方城鎮中心 但至少這是一個可以確定喔 可以把城堡蓋起來的一個方法 好 朝鮮人這邊就去把這個 往前升叉 馬來這邊可以考慮喔 趕快升帝王時代喔 那看一下資源量喔 現在是很不夠的 因為他這邊是3TC卡榮 還補了一個守堆車 雖然農田很大片喔 這個農田量大概有機會喔 33片田其實夠了 那這邊就只要挖黃金 就可以升到帝王時代了 好 正面的部分 海戰 立陶宛這邊轉出了火戰船的升級 但巴南亭這邊並沒有放棄海戰 開始往回挖黃金了 好 克勞者這邊轉出的是槍隊長 OK 這邊直接插一個連環城堡 哇 這邊插的位置很棒喔 有刻意往下插 而不是往正面插喔 往下插的話 可以稍微空到一下對方的這個墓區喔 哇 克勞者這邊細節做好做滿 好 現在我槍隊長在的關係 也不怕對方騎士衝進來砍村民 而且後面還有一個城堡 好 這邊Z404TC開農 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要來前壓城堡嗎 還是要前壓馬舅呢 好 正面的部分 沒有想到海戰打輸了 我們稍微回放回去看一下喔 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喔 本來剛剛Z40這邊海戰有極大優勢喔 突然海戰的優勢全美了喔 這邊開始 這邊囤了非常多的海戰 這個火蒙筒 我們直接把它撐著火戰船好了 沒想到又還沒升級的火戰船 直接反制回去 這就是半戰艇的火戰船的攻速加成嗎 攻擊速度相當快速喔 這也是因為Z40喔 他這邊要前壓的關係嗎 他這邊剛好前壓 剛好在往前走喔 我們沒有注意到家裡發生什麼事情 火戰船這邊也分出去到了上方喔 沒有在專心控雨喔 OK 那這邊 中間的海戰 台灣隊這邊打輸了 還要再用制爆船奪回來正面嗎 這邊傳了一下 出來炸了一波全部殘血 再來一台 炸掉了三台 那如果正面被打破的話 後方的波蘭騎士喔 就可以走這個青台路喔 直打青空熊 還有Z40家裡的後方喔 好 立陶宛在前方補了一個城堡 感覺是要來出巨型托斯基 幫助克勞德這邊前壓 但後方的波蘭也是轉出了三個城堡 開始要來出巨型托斯基進行攻城喔 台灣隊目前村民處領先 275村對上255村 村民差距約為20村左右 好 天空熊在上方補了一個城堡 OK 果然是補這個位置沒有錯 好 但是目前天空熊離升級好一段時間 但是馬來人這邊已經快要升級好帝王時代了 好 正面海戰自爆船炸到了非常多的血量 但是全部都殘血了 對手的這個反制打的還算不錯 後面的火戰船沒有回舊的意思 反正是想要穩定 可以打贏的時候才想要往前喔 好 結果碼頭移掉 後方的騎士開始要往前了嗎 好 後面這邊開始在拉牆了 看正面有立陶宛的列提斯喔 已經蓄勢待法了 好 突然的巨型投資機準備開拆城堡 還以為他要砸掉自己的村民 差一點 好 槍隊長直接上前了 上前要戳的是正面的巨型投資機 還有後面的投資車 OK 結果戳的沒有戳到殘血了 反正是戳了一個滿血的巨頭 後面的城堡應該是可以手下 OK 這邊長槍並 已經省事掉了大部分的單位 正面的巨型投資機有點難纏 但正面的列提斯已經殺過去了 沒有想到列提斯聚集在這個地方 作為一個進攻點 結果打破這個碼頭 被燒到的盤是自己 讓D40有這個空隙喔 可以衝進去燒了 好 那你上方 兩台巨型投資機已經架了起來 開始進行攻城 好 上方的巨型投資機 再一次架了起來 好 後方的有一台巨頭要跑掉了嗎 好 後方的有一台巨頭要跑掉了嗎 上前追擊 但正面的波瀾轉出了戰錘兵 戰錘兵打波瀾的 阿不 打 打克勞德的槍隊長 這畫面有點有趣阿 我個人是比較看好槍隊長 因為槍隊長我義工的射程 所以持續拉打或拉扯的話 感覺波瀾不太好打 因為波瀾的步兵走很慢 很容易被操作 好 馬來這邊轉出來的是 重裝長槍兵 那馬來的步兵 防護力是不用升級的 天生自帶防禦力 所以這邊迅速轉出步兵 也是對馬來比較好 朝鮮這邊打步兵單位的話 就只能用這個馬戰車強裹 攻兵單位做反擊 我在想 這邊韓國要鎖住對方的步兵 應該問題不大 問題是後面的火炮的問題 這邊就有點考驗 團隊了 突然這邊也是拉了一大堆的重裝騎士 到了立陶宛家裡的附近 左邊的部分 立陶宛城堡被拆掉 但是克勞德的槍隊長已經到了帝王時代 而且還升好精銳槍隊長 旁邊已經升好了 正面直接上前衝鋒 戳掉了兩個老頭跟盡頭C 正面的槍隊長有點承受不住 波蘭騎士 加上波蘭戰捶兵的傷害 直接被收掉了大量的槍隊長 但是後方的重裝騎士 還是衝到了立陶宛家裡 台灣隊有機會守下來嗎 正面馬來的軍隊也是持續向前 哇 大量的烈提斯 往前衝了進來 不是烈提斯 喔對是烈提斯沒錯 喔在說什麼 結果左邊大量重裝騎士 直接拆掉一台巨頭 正面的波蘭戰捶兵 直接把槍隊長正面給擊掛了 因為槍隊長現在還沒有點出三 現在來說是有點打不太贏的 波蘭戰捶兵則是已經有三共三害 所以目前要擋住有點困難 自己的巨型頭司機全部被拆掉了 OK天空熊上方開始有點節節敗退了 因為他一直在塔攻的關係 經濟沒有農得很好 而且這個面這個打法也不太好解 好正面巴正亭補下了更多的碼頭 想要來繼續捕魚 這個魚群還可以繼續吃 哇巴正亭雖然損失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但是到了後方開農 這邊就可以考慮要不要下個市集 開始跑橫向貿易 但是天空熊這邊在鎖住右邊的這個位置 是想要阻止對方跑一個最遠的貿易 所以這邊一直沒有棄手 反而一直有在出兵在稍微擋下 但是馬來他們這邊沒有想要跑貿易的意思 反而一直瘋狂往前推進 天空熊正面可能快要扛不住了 好正面大力桃玩想要衝進去 但是波蘭這邊防守迅速的 防起了防線 哇這邊讀口讀得非常好 立陶宛大量的烈提斯打在這個位置 但是中午衝破了城門 往後衝了進去 OK大量的戰隊兵進行攻擊 每打一下都可以打垮 立陶宛的騎兵台甲 雖然烈提斯可以直接無視對方防律進行攻擊 但是被破防後的立陶宛烈提斯 防律有點薄弱 還是變成全部殘血的狀況 好這邊有更多烈提斯跟槍隊長 直接走到後方 這裡有機會又可以指導黃龍 讓拜登廷這邊的村民 直接收村或是直接經濟爆炸 好天空熊這邊轉出了火槍兵 開始反制了回去這邊正面大量的槍兵 但這邊火炮數量還是有點多 好天空熊如果能守住自家正面的話 問題就不大了 右邊可以進行防守戰 左邊就交給克勞人燈Z40 大量的烈提斯往他們家裡敲 一直衝一直爽 好那只要往前衝之後 這邊就無人防守 這邊就可以用大量的巨型頭司機跟火炮 進行前壓攻城 但是半戰艇這邊轉出大量的奴炮 然後奴炮戰船進行防守 奴炮戰船確實是一個蠻好的防守單位 在這張地圖來說的話 這邊要反制奴炮戰船的話 也可以轉出一些老頭 直接去招降對方的戰艦 也是可以考慮的 或是直接轉火炮去砸對方的戰艦 好但是後面大量的村民 直接被吐了個一波 忽然加上半戰艇 村民損失慘重 村民差距已經差距了130吋 台灣隊這邊村民處領先非常多 經濟非常好 而且天空熊右邊已有反推的跡象 這邊列提斯加上槍隊長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直衝馬來加的後方陣地 左邊波蘭人 這邊想要守住自家 但看起來有點極限 奧不齊戰隨兵的移動速度 誰他們要及時去防守住有點困難 沒想到突然台灣隊就打贏了 好這時候對手打出了GG 哇天空熊這邊 看了我一把冷汗都捏了出來 我一直想說他的工兵或是槍兵哪時候要出來 好最後還是有轉出來 後來這個有轉出來 那就還好 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三個射箭廠 然後其他轉槍兵繼續打正面 那馬來這邊 應該問題是沒有轉出槍弩吧 還有及時的拆掉天空熊的正面基地 槍兵塔跟城堡 確實讓天空熊獲取到了非常多這個轉型的成型時間 這也是天空熊這邊可以即時守住的一個關鍵要素 那後面的列提斯也是打得非常好 雖然中間這裡有差一點有點下水餃的感覺 但最後還是又把這個城門給打破 成功進去衝了一波 打掉非常多的波蘭的正面軍隊 那列提斯到了後方也是直接打了敗彈艇 跟波蘭的後方村民非常多的數量 導致後方直接一波被帶走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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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麼視聴的這個影片 其實我們可以看見 你知道 cry 坐在這裡 你這些影片 有沒有 세招一拜 就在這裡 來吧 我們 EVs